你好,欢迎收听中国制造报告20讲,我是施展 上一讲我们说到亚洲地中海经济圈 在冷战背景下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经济拉动链条 在里面,台资企业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 这是故事在宏观层面上的表现 而在微观层面上,台资企业还拉动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 中国干部 这个人群国内很少有人听过 我在越南访谈的时候 第一次听福建商会的会长跟我提到这个群体 我也蒙了 会长告诉我 越南当地的各种外资企业 只要它的工厂是从中国大陆迁移到越南的 在当地的中高管理层就都得用中国大陆人 当然了,里面最主要的还是台资企业 在这些企业里面 那些大陆来的管理层就被称作大陆干部 而这些人自称中国干部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中国干部呢 中国干部在越南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和前面说到的供应链网络的扩张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一讲就来说说这几个问题 在采访越南的福建商会会长的时候 他告诉我 越南可能有几十万之多的中国干部 这个规模就让我大吃一惊 但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呢 会长说 就以台资企业宝源鞋厂为例 他在台湾的母公司叫做宝城集团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鞋业的代工厂 耐克阿迪达斯都是请他代工的 宝源鞋厂光是在胡志明市附近的这个厂区 就有将近十万名的越南工人 在巅峰时期 里面雇佣了大几千名的中国干部 这些中国干部在越南当地干了几年之后 人头地头都混熟了 很多人就会出来自己当老板开厂 做宝源鞋厂的供应商 宝源鞋厂因此在当地 拉动出了上千家的供应商企业 他所需要的供应链网络 在本地基本都全了 但这个供应链当中的绝大部分企业 掌握在出来自己当老板的前中国干部手里 这些信息完全是这次调研中的意外收获 让我感到十分惊喜 因为我一直就想要寻找 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向外转移的时候 它的微观载体是什么 现在看来就在中国干部这个群体身上 所以接下来我就去找中国干部 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想要了解这个群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越南访谈到了将近20个 已经自己当上老板的前任中国干部 他们告诉我 自己厂里雇佣的主要都是越南工人 我就问他们等到十几年之后 这些越南工人把技术和管理能力都学会了 自己开工厂不就把你们都替代掉了吗 就像在大陆发生过的一样 当初进来的台湾人不就是被大陆人给替代掉了吗 结果他们信心满满的告诉我 说越南人根本替代不掉我们 因为保原鞋厂能从我们这采购 但是我们生产的时候也得采购啊 而我们要采购的那些原材料 越南本地根本没有 只能到中国大陆去采购 而要去中国大陆采购的话 越南人在渠道上怎么可能拼得过我们呢 我刚想要继续反驳 说等过个十几年 越南也能发展出那些原材料的生产 你们不还是没机会了吗 但是一转念我马上就想到 越南还没有 并且在可预见未来 也发展不出自己的重化工业 那就没法生产那些原材料啊 所以越南人确实很难替代掉 这些中国干部开的工厂 台资转移到越南的制造业当中 不仅是制鞋业大量的依赖中国干部 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是这样 说到这儿可能你就明白 中国干部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了 我在前面一直在讲 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 是供应链的溢出 这种溢出不是抽象存在的 它需要有具体的人群 作为微观层面的载体 而中国干部就是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群载体 他们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 和越南的组装环节衔接了起来 也把越南的劳动力和世界市场衔接了起来 但问题是 为什么台资企业在越南一定得用中国干部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便宜吗 今天大陆的人工成本 已经不比台湾地区便宜太多了 可是仍然有大量的中国干部 这背后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在珠三角 我们访谈到了若干位 曾经在宝城集团的大陆工厂和印尼工厂 以及越南工厂 都有过多年管理经验的中国干部 以宝城集团为案例 逐渐勾勒出了中国干部的成长历程 故事还是和宝城集团的发展有关 宝城集团1969年在台湾成立 到80年代已经发展出了 比较成体系规范化的企业管理制度 这也是他能够拿到国际大品牌 代工订单的前提 但当宝城在1988年到大陆设置了育原工厂 1989年投产之后 很快就发现原本的管理制度不管用了 主要是因为三个问题 第一 育原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 超出了之前人们的预期 企业的规模急速膨胀 原来的管理制度就管不了这么大规模的企业 这不仅仅是育原所面临的问题 很多原本在台湾地区只有几十名工人的工厂 到台湾岛外布局之后 都发展成了有数百或者数千名工人的工厂 之前的管理模式肯定是不够用了 第二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台湾和大陆在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在台湾行制有效的管理方式 未必在大陆使用 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调试 但是预言内部的台湾管理层 并没有找到恰当的调试办法 第三 之所以找不到好的办法 某种程度上也跟从台湾地区派过来的人有关 当时大陆的条件相对艰苦一些 保证总部很多人不愿意到大陆来工作 再加上签到大陆的只是生产部门 其他核心部门还留在台湾岛内 结果来到大陆的管理者 就不是保证内部的一线人才 只是二三线的人才 而当时预言招到的大陆人是什么人呢 除了一线工人之外 还有我在第十奖说过的那一批被大财小用的大学毕业生 其中很多国内名校的毕业生 像什么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有 这群人即便放在大陆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当中 也属于一线人才 于是大陆这批高材生在预言就有了施展拳脚之地了 他们跟着台湾人学习了来自总部的管理制度 又根据大陆的具体情况 对这些制度做了一系列文化上的调试 并且在实战当中摸索出了 把制度在更大规模的工厂中 细化落地的办法 这些大陆的雇员和预言公司之间 就构成了一种相互成就 共同成长的关系 大陆雇员学到了技术和管理 宝城集团则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除了这批做到管理层的高材生 还有更多的一线大陆工人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成长起来 成为日后宝城集团非常倚重的技术专家 但这还只是中国干部故事的前半部分 随着台资企业的进一步成长 这批大陆的员工更体现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对于宝城的上游品牌商 比如耐克阿迪达斯来说 他们认为代工厂把超过一半的产能 分布在同一个国家 风险太大 就要求代工厂要到其他国家 也去开设工厂 宝城集团就在1991年 到印尼去开设了新的工厂 一开始宝城打算直接复制之前的成功经验 让台湾干部做高层管理 培训印尼干部作为中层和低层管理人员 之后就可以迅速上规模了 没想到搞了整整两年始终亏损 宝城集团就被迫从大陆 调了一批大陆干部过来管理 不到半年就扭亏为盈了 为什么这些中国干部就有这种能力呢 最重要的是两重原因 首先宝城之前在大陆的拓展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在大陆招募到了一大批 大才小用的高素质人才 但是在印尼并没有这种人才红利可以收获 再加上台湾管理层不愿意学习当地的语言 跟印尼人沟通吃力 管理就更加跟不上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 台湾干部并不能把大陆干部 在预言发展出的管理细则 给照搬到东南亚 直接交给印尼干部 因为那些管理细则 是在大陆干部和预言的互动当中 以及文化调试的过程当中 逐渐演化出来的 程文的细则只不过是文化调试的结果 进行文化调试的能力 这才是推动细则演化的关键 而在文化调试的能力当中 就存在着很多的隐性知识 比如在对待员工的时候 怎么做到合适的换位思考 台湾干部并不擅长这一点 因为他们一直都是以管理者的身份 面对分场的员工 而大陆干部是从被管理者的身份成长起来的 很擅长换位思考 而大陆干部来到印尼之后 很快又学会了印尼语 又根据印尼当地的文化特性 调整发展出了适合当地的管理办法 迅速的就让工厂扭轨为盈 有了在印尼的经验之后 保诚在越南再设立分场的时候 就不再走弯路了 从一开始就调集了很多大陆干部 过来管理 越南工厂也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就这样 中国干部在印尼 越南以及泰国的台资企业当中 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并且逐渐发展出自己在当地的人脉网络和经济网络 中国干部不仅是供应链网络扩张的微观载体 而且对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 有着巨大的意义 我们现在看中国走出去的时候 视野通常聚焦在各种宏大的项目和抽象的统计数字上 却常常缺少一种换位思考的视角 很少关注项目的接受方是如何理解问题 如何看待世界的 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当地官方的态度 却很少留意到当地民间的态度 不知道当地的百姓是如何理解这些政策和项目的 这就是个极大的盲区 因为对方真正的民心并不是通过官方的态度表达出来的 而就是在民间的直接感受当中的 要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住对方民间的感受 需要有一系列本土化的知识 要知道什么是对方所真正需要的项目 以及要让他们能够真正有效的落地运作 更需要在执行过程当中 有进行各种文化调试的能力和经验 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有着巨大的欠缺 而中国干部以及各种各样在海外打拼的华人 每天都要面对与当地人的各种文化调试问题 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这些都应该成为中国走出去最重要的智力资源宝库 要让海外的这些国民智慧能够焕发活力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海外中国人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所有所虑 让海外中国人的声音与智慧 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当中 才能够让国内与国外的思考逐渐打通起来 但是国内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海外的中国人 在中国的舆论空间当中 中国干部整体性的处在一种沉默无声的状态 他们的智慧宝库 基本上也就处在沉睡状态 没有被激活 这是一种对于国民智慧的巨大浪费 在今天 我们应该去看到他们的故事 接下来两讲 我想和你具体讲几个最触动我的中国干部的故事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 你会真实的感受到这群人的力量与智慧 感受到他们对于今天中国的意义 下一讲我们先来说两个建立网络的故事 下一讲见